我们的人口呢 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 我们最高峰期的时候啊 占全球人口的一半 二分之一都是中国人 这什么时候呢 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汉朝的时候我们中国的人口超过了五千万 当时全球人口只有一个亿 咱就独揽一半人五千万 后来呢 我们的人口在增加 全球的人口也在增加 我们的人口呢 大概这个占一半的比例一直持续到差不多鸦片战争左右 那时候我们的人口呢 四个亿 可是到后来一百多年 我们人口不怎么增长 一直到解放的时候 我们还是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四点五个亿 那时候占人口的比例 全球的比例 四分之一 我们由二分之一降到了四分之一 两千年 现在呢 我们十三亿五千万 听着比过去多多了啊 比四点五亿正好增加了三倍 但我们现在还不足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 就是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 超过了我们的速度 那我们的人口啊 我们的人口由占全 星球的人口啊 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现在下降到五分之一 都不足 我们未来会达到六分之一 还会降到七分之一 我们的人口啊 我们汉族人 我们中国人啊 人口在全世界的人口分物中的比例下降 对我们是好事呢 还是一个不好的事呢 我们也想不明白 那么 我们的人口的增加啊 和减少都跟我们的历次革命有关 人口的增加我讲过啊 我们农业革命以后 人类才度过了那个危险期 两万年前 两万多年前 人类还算宾威物种呢 我们活到今天是个非常偶然的事情 农业革命呢 由于它的种植业啊 开始了 我们种粮食了 我们不需要去采集了 不需要去狩猎了 所以我们的人口就开始变得比较稳定 开始增长 农业革命啊 五千年乃至七千年以来 我们开始种小麦 种水稻 种五股杂粮啊 这个倒数寄卖书 五股杂粮 我们开始养育我们自己 让我们人类壮大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物种 那我们鸦片战争以后啊 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啊 工业革命的好处呢 是使农业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次革命是什么呢 叫机械化革命啊 所以我们的人口呢 就开始增长速度加快 快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原来讲过 我们从这个星球有一亿人到十亿人走了两千年 平均二百年啊 增长一亿人 这两千年非常平稳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 我们增长了多少人呢 我们现在增长了六十多个亿 我们现在一共有七十多个亿 大概是七十三个亿人口 我们现在增长速度可能是人类历史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刻 如果这个速度不降下来 人将不堪重负啊 人类将不堪重负 将来出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预测都预测不到 那么我们的人口 中国的人口啊 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这个计划生意政策 我们有计生委 是吧 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这个组织那天我看了一下资料 大概有五十多万人在这个组织里 而且这个五十多万人呢 是指专业的 过去单位里都有 每个大一点的单位 比如我在工厂的时候 我在出版社的时候啊 那里都有专门管计生委的 就专门管计划生育的干部 一般都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女同志 是吧 比较大的咧咧能说啊 上了什么头馆 那么我们三十多年的计划生意呢 使我们的独生子女呢 由一开始的提倡 后来变成一个制度 那么到现在呢 我们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人口 人口速度 就增长的速度降下来了 甚至可能以后变成负增长 副增长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现在二孩放开 大家都可以生两个了 只要你是育龄的夫妇 你愿意 你就生两个 这时候呢 有人欢呼 有人不赞同 有人不高兴 我看网上就有人不高兴 说我们这么多人了 我们的人都多的 到哪都排队啊 你房子也买不起 各种事啊 都是人口的压力嘛 为什么要放开呢 放开我们就更没 没日子指望了 那好 我们要算一个数 我们来说明这个事 我们先算我们自己 我们十三亿五千万人处于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我们平均一个平方公里养育了一百四十个人 我们不去记一些 比如沙漠呀 比如我们高山呢 我们都不记 我们平均下来就是一百四十个人 平均一平方公里 日本啊 跟我们比较起来 它人口的密度啊 是我们的二点四倍 它一平方公里上有三百多个人 德国呢 德国是我们的一点七倍 一点七倍 一点七倍呢 也二百多个人 那么跟我们的邻国啊 比较大的国家 比如跟印度比呢 它是我们的二点九倍 就是一个平方公里上 它有四百多个人 那我们可以看啊 日本 德国 这两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它的人口的 就是每平方公里占有的这个比例比我们大 生活过得比我们好 对吧 它的生存质量比我们高 那我跟我们的邻国印度比呢 那印度人比我们密度大多了 我们今天老是说 那印度穷啊 你看那个火车上载的那个人 那么老多啊 他怎么还拼拼的生啊 那印度就要拼拼的生 按照目前的数学比例啊 用不了多少年 印度人口超越我们 我们不再是人口第一大国 我们今天的家庭结构 我们家庭结构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们的家庭结构呢 叫四二一 就是岁数大的 老年人 占四 两个夫妻养活一个孩子 四二一 四二一呢 如果往上再生 为什么 什么叫再一生呢 我们过去啊 都觉得 站在中间算 下有子 上有老 上有老 下有小 这一共就三代人 差不多了 今天 我们以我这样的岁数来论啊 今年六十 六十是我们国家男子规定的法定退休日 退休的年龄 我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的时候 我们上面还有老人 现在人平均寿命长啊 我们到了这个岁数的时候呢 我们上面至少还有四个老人 对不对 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八个老人 如果啊 以我儿子这个辈分而论呢 他到我们这一代人是有四个老人 但我们上面还有老人呢 理论上讲他那个老人是八个 什么意思呢 南方的父亲有父母 母亲有父母 女方的父亲有父母 母亲有父母 这不是八个人吗 我们就算他到了那个岁数 很多人去世了 那至少也应该留下四个 那么当他一对夫妻下面养育一个孩子 三十岁左右的时候养育一个孩子 上面有四个父母级的 有四个祖父母级的时候 你想想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了一个四四二一 到金子塔 让他们这一代承受的那个重压 我们都不能想象 生育率有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是多少呢 是二点一 就是我们啊 这个家庭生下两点平均啊 生下两点一个孩子 才能保持人口的平衡 为什么不是二而是二点一呢 因为这个一是 比如突然腰折疾病等等 就会把这个零点一的出生率呢 给降下去 所以就变成你生出来啊 死亡了啊 生出来啊 死亡了啊 今天降到多少呢 降到1.5 非常的可怕 我看有人做过各种数学统计 说多少年以后中国人就剩四个了 那太可怕了 我一想 那么二胎开放后 很多人表示 我要辞职回家生娃吧 现在不是有个有名的辞职性吗 就是我赶紧回家生娃啊 你神也管不着我了 那么我们去搞一些小小的调查会 发现好多人不愿意生 我问了很多人 我说你生不生了 现在可以随便生了 也不是随便生啊 可以生二胎了 生二孩了 不生 为什么不生呢 说没法生 养不起 说养个孩子容易吗 养个孩子多少多少钱 后来我想过去的人 养一窝子一窝子 孩子人都养 怎么到这会儿养不起了呢 是因为今天有一个口号 叫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这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要受教育 小学啊 小生初 初生高 高考大学都玩了命的 现在居然啊 居然还有一种班 这班叫什么班呢 它是为半岁到三岁的孩子 幼儿园前有这么一个教育 叫什么名那天 那人告我给忘了 他说好贵的啊 在深圳好贵好贵的 说没敢选最贵的 选一中不溜的 两万块一百克 一克二百块 那我说他学什么这孩子 学听音乐 六个月的孩子弄去 船在一块听音乐 十多个孩子在一起放一曲子 放完了回家了二百块也没了 那我说你怎么为什么不能在家听啊 说在家不知道放什么 人家是有计划的啊 说呢要不然呢 就游泳做操翻跟头 我说那那么小的孩子怎么翻跟头啊 他说哎 到两岁的时候 他会教你慢慢的柔软的翻跟头 老师就做一个示范 剩下都是每个家长 弄着自个儿孩子在那掰掰胳膊 掰掰腿翻几个跟头 完了 那这钱花了 这么大的开销 那让一般的家庭没法承受 那个跟我说的朋友 他那还算比较高的收入的人 他说都扛不住 扛不住 那刚那他哪到哪啊 那才是一个 两岁的孩子 我们正常二十二岁才毕业 我们将来会讲啊 我觉得我们今天教育的时间太长了 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那么今天啊 今天这个我们计划生育啊 不是彻底开放 是二胎开放 那有人就说了 干脆彻底开了 谁也生谁生吧 那好多人不生 那能生的赶紧生 那不成了 那计划生育的工作的那干部上哪去啊 我现在问的 我一想啊 他们那么多人 那么一个庞大的军团 几十万人啊 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每年除了要去领工资 你注意看啊 计划生育干部领的工资都是纳税人的钱 那么他们要把这个组织支撑起来 要花巨大的钱 是吧 但是他们也想解放 就是一旦我们国家计划生育变成一个完全的放任的自然状态 就是谁愿意生谁生 不愿意生 我得鼓励你生的时候 那这些计划生育干部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干别的去了 不用老去盯着人家 这事盯着人家也不是那么特愉快的事 对吧 那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中国人 愿意不愿意保持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我想了很久这事啊 比如我表明我的态度 我不是老说我是有态度的脱口秀吗 我就愿意保持中国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我永远是第一大国 你谁也不跟我争这事 对吧 我们有这个基础 我们本来有这种生育文化 我们小时候 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让生育都很痛苦 我说你本来能生孩子 你不让生是算怎么回事啊 现在年轻人生孩子变成一个痛苦 非常的可怕 你比如日本 想尽一切办法鼓励日本人生育 他没有人他什么事都干不成啊 但是现在日本人 日本年轻人根本就不生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你爱以后什么样什么样 我就是不生 我们过去有一个话 说的也有点意思 说人多势众 什么意思啊 就是凡事 人一多 这就有事啊 这事就能帮你把这事干成 叫人多势众 干什么 多去人 去少了不管用 让人欺负 得多去人 我们今天啊 别看中国人多 到处都是乌洋乌洋的人 尤其去了火车站 去了医院啊 去了公园 哪里哪里都那么多人 但是你们不知道 中国今年的青年人啊 仅是印度的一半 印度有六亿 我们叫三亿 我们今天的人啊 老的老 小的小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老龄化社会啊 很快老龄人啊 就是比我四周大的全算老人啊 得突破四亿 四亿 我们想一想啊 这么大的一个社会负担 如果没有年轻人跟上 将来谁养我们 你们年轻人肯定没这感受 那谁养谁养 是吧 但是问题不行啊 现在人活得长啊 过去人活得短呀 我觉得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很快 还会有大幅度的提高 公园里 什么到处都能看到是老人 那么就必须有资金去支持他 哪来的资金 就必须有人干活 我们今天啊 年轻人仅是印度的一半 那听着这个数据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我们就要考虑我们民族的未来 我们其他很多国家啊 像北欧的国家 像俄罗斯 像日本啊 像德国 很多国家都要求自己人口增长 只有我们限制生育 全世界都不限制 就我们自己限制 我们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呢 是因为过去有各种各种理论 认为中国人穷 主要是因为人多 那我们刚才算了一些数据 对不对 我们的德国 日本 这个这个 印度都比我们人多 就平均啊 平均每平方公里上都比我们人多 那你会说中国那个土地上 敬沙漠敬高原 那日本还敬山呢 对吧 都一样啊 所以呢 美国这样的国家就不叫贼 他怎么贼啊 他是个移民国家 老让移民 你甭听他说卡着这个卡着那个 他只卡着对他不利的人 对他有利的人 他全放进来 全给你利款 全给你户口 让你变成美国人 你想想 中国人有时候很亏 我们这么多年啊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有多少人口移民 我们凡是移民出去的人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优质的人群 那他移民到国外去了 你比如加拿大啊 有有重要的华人区啊 美国也有 美国到底移进去多少中国人 咱不知道 美国人比我们清楚啊 大量的人通过移民的这个途径 到美国去了 到美国干嘛去了 替美国干活去了 美国人让中国人干了多少活 美国人心里是清楚的 我们是不清楚的 美国人一定不让这老弱病残移民 对不对 他觉得你没用 你这个人文化低 你这个人没什么用 他不让你移民 他老逮你 说你黑户 把你遣送 凡是有用的人 他绝对不把你遣送 比如我知道一个情况 我有一个朋友 他爹 理论上讲 他爹都退休了 60岁 一退休 第一件事就奔了美国了 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 待了没有多长时间 美国移民军来了 给他一个绿卡 他说我没有申请 你不用申请 你的情况 我们都非常了解 你非常有用的一个人 说给你 你愿意用就用 不愿意用 老倒 那老头就留在那儿 他是我们非常著名 一个医院的院长 到了美国人一算 您这岁数 身体这么健康 你只不过是中国的制度 让你60岁退休 到中国美国干嘛 在美国又一干 又十多年 二十年 替美国发挥余热性 在我们这儿没有余热 所以美国很贼的 就变成了一个移民国家 他不愿意接收的 他就说你们都是非法移民 他愿意接收的 你们全是合法的 那非法和合法之间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你要申请 那申请 那非法为什么成为分法 是因为你申请 他不让进来 他觉得你的价值不够 如果他觉得你价值够 你比如你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 你身怀绝技 你是科学家 你或者是什么 他觉得你有用 他立刻就放行 让你过来 所以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 是通过移民增加人口 那么其他国家呢 鼓励生育 而我们来限制自己 我们限制自己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我们会丢失一种文化 这个文化是什么呢 是叫兄弟姐妹 我们小时候都知道 这人怎么称呼 说我有哥哥 我有弟弟 我有姐姐 我有妹妹 是吧 我有堂姐 我有表姐 我有堂兄 我有表兄 那很多人就一下就晕了 说这堂和表怎么去分呢 这亲戚之间 因为现在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最闹不清这个复杂的亲戚关系 我们中国人的语言表达非常的丰富 你比方同为男性的上一代 那么你父亲这一只 比你父亲大的叫伯父 比你父亲这个小的叫叔父 也叫叔叔 对吧 那你母亲那边呢 有舅舅 这舅舅不分比你母亲大 还是比你母亲小 按排列算 所以有大舅二舅三舅和小舅 最后一个一定要叫小舅 至于这个舅舅是你妈的哥哥 还是弟弟 这不重要 在这边看不出来 在母亲这边看不出来 但是父亲这边看得清清楚楚 你的大伯父 二伯父 三伯父 一定都是比你爹大的 如果说大伯父 二叔 三叔 那一定是比你爹小的 对不对 这很清楚 那么在堂和表之间 我们现在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区分 什么是堂亲 什么是表亲 就是跟你爹 或者说跟你一个姓的 全是堂亲 跟你妈一个姓的 那当然都是表亲 还有一些跟谁都不一个姓的 除了你们家族 跟你家沾亲的都是表亲 那么你听着很简单吧 不一定 堂亲中他就可能表 但表亲绝不可能堂 你听这话复杂吧 什么叫堂可能表 表不可能堂呢 就是堂亲 比如你的男性的父亲这一辈的亲戚 永远是堂姓 不管是堂姐 还是堂兄 还是堂弟 但你这堂姐要嫁了人 出去了 那人的姓氏跟你们家不一样 除非你们家姓李 那家也姓李 那你听着一样 但是此里非彼里 它不一样 所以到这儿就会变成一个表 所以我们过去的人 过去有好多骗子经常冒充表亲 表亲性不一样 你分不清楚 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对复杂的亲戚之间的关系和称谓 搞不清楚 最近有一个特火的电视剧 叫什么呢 叫狼牙榜 我听他们底下议论 就是搞不清之间的亲戚关系 说怎么那么复杂呀 话表都看不懂 那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看到最经典的一个经剧 叫红灯记 红灯记里就有表书这个词 李铁梅的经典唱段 就叫我家的表书数不清 是吧 他有一段台词 他问这个李奶奶 说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表书 李奶奶这么说的 李奶奶说 你们家老姑奶奶多 你表书就多呗 他这表书都是什么 他这表书都是什么 底下党啊 隐藏身份来接暗号的 所以不定哪天又换一个人 又换一个人 所以这人就叫表书 表书 过去啊 他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身份 是在我们所有亲族当中既远又近的一种身份 而这个身份呢 他可以干很多事 不管是地下党员 还是成为另外一种身份的人 他很容易以这种身份来出现 而我们今天呢 表书呢 经常换成了另外一个称为 叫什么呢 叫干爹 脱口秀接脱手秀 就摆半天了吧 你们心里一定奇怪 为什么我摆这么一个怪怪的东西 很卡通啊 很时尚 很好放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红桃 是一个孕妇 你说这 二孩还是二胎 找一文物多不容易啊 终于我们这有这么一孕妇 这么大肚子 你看 这个可以摸的 你们都不能摸 这个这么古 什么意思 马上要生 这肚子这么大 喊着 嘴里喊 要生了 要生了 守不住了 那这件文物是什么时候的呢 我们来 估一下啊 它至少 五千年 至少五千年 红桃 我普及一个基本知识啊 你们不一定知道 我们早期的 石器文化 尤其是新石器文化 旧石器是没有的啊 新石器文化中 最重要的就是烧桃 桃呢 一般的来说呢 有仨色 其实颜色很多 但是大体上分仨色 一个是红桃 一个是灰桃 一个是黑桃 那偶尔还有黄色的白色的都有 那就不管它了 主要是这仨 排序是这样 红桃在前 灰在后 黑在更后 越往颜色深 越难烧 今天我告诉你 烧红桃就比烧灰桃便宜 历史上也是这样 那么红桃呢 有两种 一种啊 叫夹沙桃 什么叫夹沙桃呢 就这个里头有沙子 还有一种 就纯粹的红桃 非常细腻 这就是夹沙桃 从这个特征上判断 这件东西就比较老 老到什么程度呢 我也不清楚 他早一定早不过 培里港文化 养勺文化 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 那么也可能是龙山文化 但是他一定不是南方的 不是长江流域的 一定是黄河流域的 你看我们的黄河母亲 这个你们觉得 好像看着像个秃子 不是 他毛发没法表现 你想想 你仔细想 他有一个很夸张的头发的时候 就很神 这件东西是我一个朋友送过的 他说这东西 荣幸很重要 但是又值不了什么钱 说送给你吧 留给博物馆做个纪念 我还挺惦记他的 就把他收起来了 今天呢 做这个节目 突然想 把它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我们猜想它 5000年以前 甚至可以到 六七千年以前 古人捏巴的 这东西挺难捏的 古人有一种天然的创造力 我们今天要模仿他 也挺费劲的 你看他底下是空的 他居然能站住 他居然能站住 然后呢 他的眼 鼻子嘴 在那个时代的表达 这已经觉得很生动了 就是给捅出来的 过去那个小豆眼 这就是小豆眼 圆的 过去我们小时候说 眼睛有两种 一种是豆眼 一种是西西米拉的 什么叫西西米拉的呀 就是有一种孩子 那眼睛特小 我眼睛小 但是我也没小成那样 这特小 西西米啊 就是过去那个高亮 高亮皮子 编席子的时候一拉 特别细的 在你 在你的手上 能拉出特别细的口子 刀子拉的都粗 细 所以那眼睛 像西西米拉的 特细 有那种孩子 看着特别可爱 再有一种这种豆眼 你想一豆眼 和一西西米 那种横着细眼 搁在一起 还是挺 还是挺喜剧的 那么 我们的古人 塑造这样一个艺术形象 更多的是表达他对生育的一个渴望 我们今天对生育的渴望远不如过去 不要说远不如我们的历史的各个朝代 都远不如我年轻时候 那时候年轻人对生育的渴望 那时候很多年轻人认为 结婚生育是天经地义的事 而今天出现了一种叫丁克尔家族 他不省 不想生育 结婚就是俩人搭伙 过日子 不想生育 觉得生育会给他惹来很多 不必要的麻烦 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这在古人眼中 是完全看不懂的 古人就把人类 对生育的渴望 用这样一个形式塑造出来 跨过五千年 直达这张子坛桌子上 让你们有幸看到